为了改善过去险向还生 人车真道的同学环境 吉安厢长由淑珍上任后 积极串联学校 共同规划安全友善的同学步道 今年获得嘉义行善团的援助 出资128万元 建置光华国小 同学步道长514公尺 保障学童上下学安全环境 位于光华二阶的光华国小和社区 有一段距离 唯一的道路狭载工业重型车辆往来频繁 经常造成小朋友上下学与车真道的危险状况 在地方的努力 还有获得嘉义行善团 经费益助之下 青年度总算完成一条安全的通学步道 虽然光华村是一个小而美 而且非常精致 人数较少的一个国小 但是因为家长上班的关系 在每天上下学的时间里面 大多有小朋友自行的回家 所以一条安全的通学步道非常重要 但是历经因为这条的道路上面的一些建构跟建置的瓶颈 涵盖了我们的这个围墙 还有一些杂草树木等等的克服的困境 而且还要兼顾到我们的排水系统的问题 所以我们增设了一条安全让孩子可以往返同学的一个步道 谢谢我们光华国小校长以及师生 还有我们的家长会跟吉安相公所共同来做协力 也让我们的村长在这个环块里面 承担起我们协调跟照护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这条步道获得嘉义寻善团 捐赠了128万8千多元 执行长度是514公尺 从光华国小的门口一直到芝卡宣大道 利用排水沟加盖范围作为步道来使用 相公所和光华国小也致政感谢转给嘉义寻善团 感谢他们的善款益助 还给孩子们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吉安相公所也表示 后续会加强这条步道的安全维护管养工作 有需要改善的地方 相公所会设法来解决 以确保这条通学步道安全无余 介续会吉安相报道